镜头前,这只将魔爪伸向陆地的触手,正是这只沼泽章鱼,拉丁学名Marsh Octopus,浑身除了大脑就全是脚,哥谁谁不慌,这恶心幼年人的家伙看得人不忍直视。 他像只外星生物入侵地球似的,这只章鱼哥爬向了陆地,其丑无比的造型却注定了他的不平凡,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他的血液能储存三天的氧气。 当潮水退去,其他章鱼困在小水坑时,他却主动来到了陆地,他可不是来白瓢空气的,他是只能在陆地游走的特殊家伙,他用眼神随时都诠释着对陆地的不屑一顾,并且他还是一个挑剔的美食家,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好吃螃蟹,用他的话说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螃蟹我最爱。 听闻远方有蟹,动身跋涉千里,我吸过你吸过的空气,就知道你在这里,他的目标直接了当。 来到了螃蟹躲避的水坑,别看他浑身都是软的,可牙扣就是好,一口一只蟹,真是螃蟹杀手。